上午9点多凤林镇中和路发生 严重车祸一辆自小客车疑似天羽路滑 治状路旁号之后还冲入了树丛当中 紧交货报赶到现场 把车内受困的三个人给救出了 不过前座正副驾驶都没有生命迹象 后座乘客则是重伤送医 目前还在急救 而整起事故量成了二死一伤 详细车祸原因还有大调查历清 70多岁的无姓老翁 在12号上午驾驶着绿色丰田轿车 从凤林中和路由西往东朝建英大桥方向行驶 途中疑似天羽路滑 导致车辆失控致状耗质感 接着冲入路旁的树丛堆卡住 车头严重毁损 凹陷存7字形 而车内三个人则是受困动弹不得 我们在9点53分的时候接货派前 在台主线219.6K处有自小客车 自转分隔岛 我们出动了救助器材车以及救护车 到现场后发现有驾驶一名受困 那我们就以警圈以及KED做固定 之后再以破坏器材去破坏车体 协助患者脱困 然后由救护车送往花莲慈祭医院 今日天羽路滑 然后需要多注意开行车的速度 以及道路机球状况 警票获报后前往现场利用器具 把车内三个人给救出来 不过坐在前座的无姓驾驶和无姓妇人 都没有生命迹象 经过抢救之后依然宣告不治 而后座的流姓乘客则是头部外伤 警方出判为致状车祸 将由医院对驾驶进行抽血酒测 造势原因仍待进一步理清 大花莲新闻总和报道